海外网5月17日电,第21届世界杯足球赛,将于下个月在俄罗斯举行。 台媒称,世界杯官网在申请球迷身份证的国家栏选项中,将台湾明确标注为台湾中国,台外市部门因此不满,要求俄方更正,被俄罗斯外交部依据遵行一中原则政策对了回来。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,在第21届国际足球世界杯申请球迷身份证的俄罗斯官方网页上,国家栏选项将台湾列为台湾中国,引起台当局的不满和抗议,图为俄罗斯世界杯球迷身份证。 申请页面台外市部门17日表示,今年3月初,台外市部门主动发现球迷身份证申请系统上,对台湾的不当称谓,并集训令驻俄罗斯代表处洽请俄方更正。 俄罗斯外交部侧明确表示,俄罗斯遵行一中原则政策,一项以台湾中国称呼台湾,政府与民间均一贯使用。 台湾市部门声称,住处虽多次进洽提请俄方证实台湾球迷权益,误让政治干扰体育活动,但被迫正面回应。 不过,据了解,目前台湾人大多可顺利收到球迷证。 台当局指出,球迷证系统是本届世界杯足球赛主办国俄罗斯,为吸引各国球迷到俄罗斯观赛而设计,以购得本届球赛门票的外国球迷。 只要上网申请并取得球迷证,即可凭该证在市族赛期间多次进出俄罗斯,不需另外申办俄罗斯签证。 据海外网此前报道,俄罗斯政府要求观众申请球迷身份证才能入场观赛。 填写国籍时,台湾被明确标注中国,而填写证件邮寄地址时,根本连台湾选项都没有。 台当局抗议不公民进等力位邱志伟,因此叫嚣台湾受到打压,声称连世界杯都不能例外。 台外市部门负责人吴钊谢回应称,只要有发现所谓被打压的情况,台驻外单位就会立刻去联系。 但他坦言,现在案例很多,台外市部门已穷于应付,尽管台当局一直口口声声要抗议,但其疲于应对的现状恰恰说明,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 国台办也曾多次明确表示,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处理涉台事务的基本遵循。 此前据新华社报道,2016年,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前夕,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于2016年5月19日明确表示,无论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,俄罗斯的立场都是一挂的,坚定的,不变的,即俄罗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,今天,我们要给俄罗斯一个大大的。